儘管朝鮮強烈反彈 索尼影業的刺殺金正恩 還是按照預期在聖誕節上線了 之前的風波 無疑變成了影片的強力宣傳 不僅美國觀眾 連中國觀眾也說想看 體驗一下集權國家領導人 被黑色幽默的感覺 起劇片《刺殺金正恩》 還是上映了 無論朝鮮高興還是不高興 太平洋時間週三12月24號早上10點 這部影片先在網路上線 消費者可以通過YouTube 微軟的Xbox 谷歌的Google Place等平臺 付費收看這部影片 或者直接上官方網站收看 點播一次5.99美元 如果要買下這部影片 價格是14.99美元 即使美國主要院線 不會上映《刺殺金正恩》 但約有200家獨立影院 仍在聖誕節上映這部電影 包括德州的阿拉莫 德拉夫特豪斯影院 和位於曼哈頓的這家電影村 因此只要你想看 現在就能看到這部 一度受到威脅的喜劇電影了 儘管他引發了美國 與朝鮮的緊張關係 卻也無意中獲得了總統級的宣傳 讓中國觀眾也興趣大增 這部喜劇影片講述了美國情報機構 招募兩名記者去暗殺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的故事 並引發了朝鮮的惱怒 儘管在美國對領導人開玩笑 幽默諷刺 在文藝作品中很常見 但在朝鮮這樣的極端國家 領導人一向被神格化 不論是影片的搞笑基調 或是刺殺的橋段 都觸動了朝鮮的神經 不過這也許正好是中國觀眾 希望看到的黑色幽默所在 除了影片的惡搞 最近國際社會對朝鮮人權的批評 也讓金正恩更加難堪 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和聯合國大會 通過了朝鮮人權問題決議後 安理會日前 也將朝鮮的人權問題列入辯論議題 如果安理會通過該決議 金正恩一旦出境 就得接受國際刑事法庭的審判 這些都使得平壤更加惱怒 在黑客對索尼網絡的攻擊後 平壤一度威脅 要在包括網絡站在內的 所有戰爭領域對抗美國 並要打擊白宮 五角大樓 和整個美國本土 中共當局仍然反對將朝鮮局勢 納入安理會議程 同時拒絕協助美國 遏制朝鮮實施網絡攻擊的能力 這和中國民間對朝鮮的態度相反 因此外界質疑 平壤聲稱 能做到的這些威脅 真的只靠自己嗎 朝鮮是一個技術很落後的 很封閉的一個國家 它的網絡能夠對外國通的 就是一條管道 就通過大陸 中國大陸 那麼人們就懷疑啊 如果你中國網軍不幫朝鮮的話 朝鮮能懂這個技術嗎 所以人家懷疑 中共背後 是不是讓朝鮮 作為一個打手 來進攻美國 你後面的支持的技術力量 來自於中國大陸呢 由於朝鮮幾乎所有的電信活動 都要經由中國運營的網路 因此 幾週前對索尼的網路攻擊 是否是朝鮮發起的呢 而朝鮮的網路剛剛兩度癱瘓 又是不是美國的反擊呢 中方都應該掌握足夠的數據 不過目前 中共對這兩個問題都監口不提